诶 这位不是邪天子吗 今日能有幸征养到帝王谢 真是缘分啊 你认识我刘邪 邪天子的大名那不是家喻呼啸吗 你这名号堪比屠龙刀一天见 号令诸侯莫敢不从啊 过奖过奖 敢问阁下是 在下刘备刘玄德 江湖人称刘草邪 我叫刘邪 你叫刘草邪 是不是有点大不敬 卧槽 好像是有点别扭 要不你换个名字吧 看你的年纪应该是个大叔 大家又在这你天皇 以后朕就叫你皇叔 那我就出宫不如入境了 诶 刚刚我看皇侄天的皇仇而不展 莫非是有什么心事 实不相瞒 自从你们这十九路诸侯解散以后 我这邪天子可真是无聊啊 这个叔可以给你支个招 你就对外宣称草草要篡汉 把那些诸侯再骗回来清君策 果然够损 那具体应该怎么骗呢 这个简单 皇上有旨 旨上有始 不是那个旨 是你的圣旨 你写好了交给叔 叔帮你偷偷散播出去 果然够损 诶 说到纸 怎么皇叔上厕所都不带纸的吗 呵呵 你这孩子就是太年薪了 叔有法宝 皇上请看 蛤 卧槽 这玩意儿你是从哪儿掏出来的 皇上莫慌 这把剑乃是当年我派子龙 七进七出才从草厕手里躲过来 有了这把剑 从此上厕所不用带厕纸 莫非此剑就是 没错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青钢剑 我还给他取了一个文雅的名字 叫双骨剑 紫龙真是个狠人呐 皇叔你好 我是董贵人 董贵人 你不在皇宫伺候皇上 跑叔这来干啥呀 那只帝王蟹有什么好伺候的 我是特意来给皇叔送赵的 赵 什么赵 一袋赵啊 一袋赵全送给我 你好双啊 不 董贵妃千里吃条条的送上门 真是有捧自远方来捧毙生辉 我这就打盆水给你来接风洗尘 不急不急 咱还是先接赵吧 原来你说的是皇上的下赵啊 那不然你以为呢 啊哈哈哈哈 我以为是上高速的驾照呢 顺便问一句 董贵人 你喜欢看书吗 看书 不喜欢 我喜欢草书 我怀疑你在内涵我 还是先看赵书吧 这可是用血写的写照啊 卧槽 皇上上哪收集的这么多血 那当然要我的帮忙啦 也得亏你挑对了日子 要是换在这几天还真没有呢 我怀疑你在疯狂内涵我 这前三后四的确实可遇不可求啊 要不咱俩先上抗 一边休息一边研究赵书 皇叔难道这么快就猜到 皇上是用骨血写的诏书 骨血 这不是吹牛吗 这颜色也不对啊 不信你就闻闻 闻闻就闻闻 我对这味道可熟悉了 闻出来没有 这不就是血腥味吗 没闻到骨味吗 什么骨味 你那天和帝王蟹一起上厕所的时候 没发现他痔疮犯了 是 你那天和帝王蟹一起上去 你那天和帝王蟹一起上去 那天和帝王蟹一起上去